大家好,欢迎来到PhD微道 那么今天我们就再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之前我分享的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叫做读不懂,完全看不懂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对吧,就是Mamba那篇文章 因为这个文章它确实是非常复杂 而且它是一个涉及到底层计算的这样的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就对于咱们这样的一个做Deep Learning的一个人 但是咱们又不是去做模型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比较难懂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其他的文章 叫UniSkater 这篇文章是在做什么 是在做一个天线 那么这样的一个文章 我们看来是不是好懂 其实也是非常难懂的 我们来大家读这样一篇文章 然后给大家去讲一下 就说我们遇到这样一篇难懂的文章的时候 我们要去提炼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那么来看一下 UniSkater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事 就说他讲了一个Material 对吧 他讲了一个MetaMaterial 这个MetaMaterial就是一种什么超材料之类的东西 然后他做了一个什么Tag 对吧 做了一个什么标志 然后他干什么呢 就是说他要对雷达 给雷达提供一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超材料的一个标志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打开这个文章的第一节 看一看他这个图是什么样子的 好吧 那这个就是他的UniSkater 就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么这个设备的使用场景是这样的对吧 那这个车上面他使用这个设备他去和什么东西交互 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来从头看一下这个图是什么东西 首先就说我们在路上我们有些车正在开 对吧 比如我们在开一辆车 然后不只有一辆车 他可能有两辆车 然后在路上可能有个标志牌 这个牌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右边这条道快没了 所以说你要赶紧向左并道 对吧 但是有时候司机就没看到 没看到怎么办呢 我们就在这个牌上来加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可以给汽车进行一个交互 告诉汽车说前面东西快没了 你赶紧提醒司机 让司机别撞了 大概就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他这个东西是个多路的 就是说他在这个上面贴在这个上面 他能告诉司机就说 OK我们这有一个路快没了 对吧 他可以给司机一个信号 给司机另一个信号 他还可以贴在另外一个贴在红绿灯上 对吧 告诉大家说前面快红灯了 你得慢一点 他可以给这个车发信号 也可以给这个车发信号 然后他可以同时两个东西同时用 然后车也可以两个东西同时发这个信号 所以这个设备是一个多路多收的 这么一个设备 那就是说这个设备 一定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他能够就是说 去给不同的车辆发送一个信号 他一定要是一个广角的这么一个设备 而且他要有比较好的定向性 这个文章就要解决这么个问题 车上就会使用不同的雷达 对吧 这个车的雷达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雷达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雷达 总之他就非常不一样 你看这77G核子的 这个是24G核子 而且的位置 它也不一样 他就能够对不同的雷达 都能够发送这样一个信号 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车 对吧 不管你车新的还是旧的 我都能够给你包了进来 就是说这个东西 是一个超宽频的 然后它的位置 也能发生变化了 这么一个设备 设备就非常的高级 这位文章 就讲了大概这么一件事 那你想 这个东西就肯定是和设计 这些雷达特别相关 对吧 如果你的这个领域 它不是去设计这个天线的话 你就不知道 这个文章在干什么了 那么一个文章 对你的科研是否有用 去如何去衡量 就是说我们不去衡量一个文章 是否有用 一个文章有用 不有用 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们无法去讨论 我们讨论是这个文章 对你的科研有没有用 就说你能不能从这个文章中 借鉴一些什么东西 在你自己的这个文章中去用 比如说你可以把五篇文章的内容 拼在一起 你可以去改进以前的文章 对吧 你可以去把五个文章的内容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去你调换一下顺序 对吧 会带你们加一些你自己的思路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结果做得更好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说 是不是相关领域 比如说你做的一个东西 是这个做一个模型的 对吧 你看那篇文章是DNA的 那可能他们就不是很相关 不是很相关的 可能就没有办法 有一个有效的共鸣 对吧 第二件事就是这个东西 能不能复现呢 就你有一个文章 他讲述了一个代码 就是Mamba 那他可能没有给你公开代码 就很难去复现出来 但如果你要是没有原代码 没法复现的话 这个东西你可能就没法试 很麻烦 你自己写不出来 他就说这个设备 是不是能轻易买到呢 比如说有个雷达设备 那个设备一看5000块钱 美元 买不起 能不能负担了 负担不了 那就只能放弃了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 算法是不是过于复杂 他的饭法太复杂的话 我们可能没办法去有效的使用 那么如果他的算法特别复杂的话 我们有没有可以借鉴的部分 如果要是有的话 我们的这个 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自己的研究之中了 对不对 那么好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样一篇文章 对吧 这个文章是来做一点什么事 我们从这个图上面 可能都无法去有效的看出来 对吧 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过程 他其实呢 就是把一个人呢 用雷达拍出来的样子呢 给他变成一个这样3D的 这样的一个样子 大家就做这样的一件事 你看这个文章呢 就非常的复杂 对吧 你看这个相当的复杂 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可以借鉴一下呢 可能某一个部分 对吧 所以说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太仔细的看 也许我们可以跳过去 换一个简单一点的文章来读 这个文章呢 就有点太复杂 对于我们的科研来说 那比如说有这篇一篇文章 对吧 那这篇文章是做什么呢 就是说有一个人的一个信号 对吧 我给他输入一个句子 像拆JPT一样 我输入一个句子 然后他能够生成出 这个人的RF信号来 那这个东西呢 也许我们就可以界限一下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下 object diffusion 对吧 我们可以自己写一篇文章 做object diffusion 然后我们给他改进一下 改进的把object diffusion 做的更好一点 那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篇文章了 但这个novolity呢 就不是很强 那么如果你想要 去增加novolity的话 你怎么做呢 你也许可以做 比如说我就只做一个object diffusion 然后呢 就只做生成这个目标的 这个diffusion 然后呢 我去研究一下 这个模型的安全性 比如这个模型会不会被攻击呀 这个模型容易不容易被别人抄袭呀 还有就说这个模型 他有没有可能会产生一些 比如说安全性的问题 或者是他会产生一些bias 比如他生成出来的人都是男的 但他是不生成女的 因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他没有女的 对吧 那么他是不是会产生一些 性别上的偏差呢 他是不是会产生一些 环境上的偏差呢 对吧 他产生这样的偏差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去给他调优呢 怎么能把这个模型变得 就是他没有bias 让他产生一个 就是说均等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关心的点了 对吧 我们在看别人的文章的时候 我们就想想 怎么给自己的文章整点东西 然后呢 还有比如说这个 这是alpha fold alpha fold呢 是一个生成DNA的这样一篇文章 从DNA生成蛋白质的这样一篇文章 对吧 就是从氨基酸生成蛋白质的一篇文章吧 那么这个文章 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这个文章肯定和我们的东西不一样 对吧 那我们怎么借鉴它呢 比如说我们看了一张图 对吧 这张图上面讲的什么事呢 就是说人家呀 都是人家这些结果呢 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那alpha fold的结果呢 它比一小 这个一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原子大小 所以alpha fold这个文章的 起了名字叫做说 我们生成了一个比原子级别 还小的这么一个文章 对吧 他如果要说 我们生成的这个结果呢 是其他结果的效果 比他们好三倍 那可能大家就不关心 就说你好三倍是什么东西呢 好三倍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他说我们生成的结果 比原子精度还要高 那这个感觉呢 就不一样 是不是 或者他生成一个文章呢 就说人家都是 对吧 人家都是说 我比什么这个模型 好了30% 比如Rystein说 我比VGA好30% 对吧 但如果你写一篇文章 你说我们的模型呢 去和人类去对比 我们的模型比人类的精度要高 但这个文章 一下就出彩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就从你们学到一些 写作手法上的一些写法 还有呢 就比如说 你看这个文章 它是生成的一个序列 对不对 生成这个序列之后呢 它去进行一个recycling 对吧 three times the recycling 它就这么循环 这么循环呢 就进行循环调优 那你觉得这个循环和什么很像呢 就和stable diffusion很像 对吧 那你在写文章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写一些类似的东西呢 你就要去尽量思考这种问题 对吧 和比如说 这个就是和我们最不像的一个东西了 就是deep queue lending 就是这个蒙特卡洛书算法 这个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说的alpha fold alpha fold 不是alpha go alpha go zero 都是同一个组作的 都是alpha 都是谷歌那个alpha那个组作的 对吧 一个叫alpha go 对吧 就是下围棋的 一个叫alpha fold 就是生成DN 生成蛋白质的 那alpha go alpha go zero 我们是不是也能用点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对 我们的数据量很大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使用蒙特卡洛书 这个方法来进行 这个蒙特卡洛书 这个方法来进行抽样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可能就用到 我们自己的论文里了 所以说你看一个论文的时候 你就要想想 它对于你自己有什么用 对吧 它对你自己有用的话呢 你就读下去 所以你自己没用的话呢 你就把它快速的读下去 对吧 快速的读过 提供一个idea 就到此为止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就它主要就是来设计 这个uni scatter这个东西 怎么去设计这个东西 对吧 从头怎么开始设计 所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怎么做的 所以第一件事呢 就是它前面有个球 对不对 有个黑色的球 这是干嘛用的 这个是一个天线 什么是天线呢 就是叫龙博天线 什么叫龙博天线 就是信号当这么 信号这么过来的时候 它最后会汇聚到一个点上 对吧 信号这么过来的时候 它会汇聚到这个点上 所以当信号设到这个球的时候 它的信号呢 会汇聚到这个后面的某一个点上 这样就可以把信号呢 进行一个增强 就这么一个做法 那就是龙博天线 你去搜一下 你就看到不同的天线 对吧 有不同的大小 然后有不同的材料 然后呢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微博传输管 对吧 这个管的话 就是它能够发射出微博 它就能够把这个信号的通过这个天线呢 给它发射出去 或者接收回来 那就是天线的这个作用 那么一个天线呢 还有别的作用 比如说机上呢 可以用发射接收信号 那这样的话 它可以把信号呢增强 它呢还可以用在5G上面 对吧 那么5G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个天线 你就去了解一下这个天线的背景 对吧 那么你就想想 这个天线我能买到吗 对吧 以后我要做什么东西 要能买到吗 因为这个东西 可能自己还真做不出来 你能不能买到呢 能买到的话 你能不能用在你自己的项目上呢 对吧 你要思考这种问题 那么呢 它怎么去设计了这个UNISKETER呢 它通过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叫做弗里斯传输方程 Forest Low 这样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就讲述这个信号呢 能够有多少的这个信号呢 从这个发射天线 传输到接收天线 是吧 但是这个雷达呢 它不太一样 为什么不太一样呢 就是它雷达是发射一个信号出去 然后这个信号呢 被接收端的接收 对吧 它这个接收端呢 就是物体 它不接收信号 它是把这个 它是相当于把这个雷达呢 把这个接收端呢 重新变成了另外一个放射源 然后这个放射源 再把信号呢 再给它反射回去 对吧 然后最后传回到雷达 所以说呢 当雷达发射这个信号的时候 它是一个球面波的形式 发射出去的 所以它呢 是以平方的速度衰减 因为它球面嘛 它信号是均匀的 球面呢 就是传出去的时候 是按照一个面积来传输的 所以它的这个强动呢 是以地方来衰减的 它的一个receiver收到之后呢 再发射回去 它就又会以地方来衰减 所以最后呢 会以第四次方的这个速度呢 衰减 所以说呢 第四次方衰减呢 你就是也许你在写论文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就是说 我也是做一个雷达 对吧 那我做一个雷达的话 或者做一个麦克风的话 然后呢 做一个回声探测的话 它是不是应该是以四次方衰减的呢 对吧 所以说它这个天线怎么设计呢 就是按照这个弗里斯传出方程 因为它传出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这个功率有多少能够被接收回来 对吧 它让这个功率呢 变得大 那这个scatter 它这个tag呢 就是它这个天线呢 就会有更好的回声效果 对不对 所以说它希望它这个东西呢 能够被车更好地检测出来 它希望能够让这个回来的功率呢 变得更大一点 所以它就做了这么一个工作 它后面的工作呢 就是想办法 让上面这些参数呢 变大 让下面这些参数呢 变小 对吧 那这样的话 不让这个整个结果变大了吗 对吧 那么来看啊 到底是怎么做的 首先呢 这个是它这个东西 对吧 它这个东西呢 前面呢只是个天线 它不带任何信号 后面呢 有一个东西呢 是这个接收 接收器或者发射器 对吧 但它不发射任何电磁波 它只是 它这个东西是个被动的 它不是说一个 接键往外发射信号 它是接收了这个信号之后 把这个信号反射出去 对吧 所以后面呢 是一个就是 无源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它怎么弄的呢 它是一个石墨烯 就是说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吧 它底下呢 是有一个 这个金属的这样一个层 然后呢 上面呢 是两层石墨烯 中间呢 是一个电解质 所以说呢 它给这个石墨烯呢 通电的话呢 石墨烯的电阻呢 就会发生一个变化 那石墨烯的电阻 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你会改变这个 整个的这个材料的 这个它的反射系数啊 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同样的话 它改变这个石墨烯的 这个这个电阻呢 它就会改变这个 分布式电路的一些参数 它会产生一个不同的一个 怎么说 微波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怎么算这个微波效果 对吧 你看当它 还有这个什么半波 半波片 还有四分之一波片 你看这个是Q是四分之一 也应该是半波 对吧 它的有不同的效果 对吧 它就是这个地方去 就是很深入的去计算 你说它的这个阻抗 是怎么变化的 然后它里面这个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 是计算的非常深入 对吧 但是我们呢 也不是学通信的 也不是学雷达的 我们也不太知道 这个东西 到底是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们哪里知道 就是说 它确实是速度说的 相当多的努力 想要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它 就是说它的这个频谱范围呢 可能变得更广一点 让它这个就是一个 让它这个 这个阻抗的 能够变得更广一点 这样的话 它相当于就是说 我发射会接收的这个信号呢 它能够在更远 更广的一个方位角上面 然后这个地方讲什么呢 就是说 它这个东西 它不仅有电阻 还有电容 对吧 它频率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电容呢 也会跟着一起发生变化 所以说呢 它底下就开始计算 这个就说 就是说我怎么去设计 比如说这个gap size 还有这个strip size 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参数 让这个天线呢 它能具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频率范围 更好的一个角度范围 那就做这么一件事 当然你就不用 特别仔细的去读 它这个文章了 它里面这个东西 是非常专业的 咱们太能读得懂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 就是它就 你看它把那个图画出来 说gap size在不同的范围上 strip size在不同的范围上 它是会有怎么样的 一个相位的变化 它的电压是什么变化的 对吧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个太复杂了 我们读不懂 我们来调到下一部分 就是它前面 这个loomber的一个天线 怎么设计的呢 它loomber天线 它里面的都是一个小块 对吧 都是这样一个小块 它有可能有上半个 这样的小块 最后拼出来这么一个 大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小块都是3D打印出来的 然后它拼成这样一个东西 它有没有做成这个小块呢 就说呀 它是想着这个材料 变得不均匀 在内部 它的内部的话 它折射率应该更高一点 外部的折射率更低一点 你看这个图是这样的 内部它折射率更高一点 外部折射率可能更低一点 它就需要 就需要让这个材料发生变化 但是材料不好发生变化 怎么办呢 它就使用这个不同大小的这种size 或者怎么样 让内部就是这种size 可能更大一点 这样更大一点就B比A 你看这B比A 当它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里面的折射率 就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 它这样的话打印出来 然后再把它拼在一起的话 这样就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控制 它也可能就讲这么一件事 但是我们也不特别懂 就是大概就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大概懂这个意思就行了 因为这个 你现在也能感觉到 这个东西 就是说咱们不太能用到 咱们自己的设备上面 因为难 对吧 这个东西非常的困难 然后你看它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 它是怎么去控制这个东西 它用的是FSK 叫做 平移键控 来控制这个东西 比如说有三种控制方法 一种是控制幅度 对吧 我们知道广播 我们的广播 有AM AM是控制幅度的 FM是控制频率的 还有一个PM PM是控制相位的 那是一般军用的 所以说咱们是不到 对吧 所以它有三种控制方法 AM FM和PM AM在这个项目里面不太好用 为什么呢 你车可以远 可以近 对吧 你大小不一样 是由于车远近造成的 还是由于你控制信号大小造成的 那都不知道了 对吧 然后P用相位来控制 那个设备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它用的是一个Udono来控制的 所以它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设备的频率可能没那么高 所以说它可能就不好控制 所以用FSK可能比较好控制一点 就这样 然后它的Tag 对吧 你看在雷达上面一个移动的车辆 是这个样子 它看不出来 是吧 像一个静态的反射片 就比如一个铝片和一个铁片 它是这样 看不出来 这个车好没什么区别 对吧 然后这个是它把雷达放在一个车上面 用这个车去拍摄的结果 也看不出来 对吧 就是雷达拍出来的东西 它就很抽象 你什么都看不到 好 然后它使用了一些方法 对吧 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还是很重要 比如说它使用了一个Cypher 这个算法 什么叫Cypher 叫什么恒定报警率 这样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说它对噪声的 做一个恒定的一个值 噪声的求一个平均值之类的东西 然后作为这样一个预值 对吧 低于预值的它都扔掉 高于预值的它就保留下来 这样之后可以把这个几个有效的信号给提起出来 而不会被这个噪声所淹没 大概就做这么一件事 然后AOA就是说什么倒打角 对吧 雷达有个图叫倒打角 当然我们也不是搞雷达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倒打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就知道 就有这么样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东西我们可能能够 也许哪天能够用上 然后到这个地方 你就能看到它这个东西怎么做 这是它做的石墨烯 中央是电涌的 中央是电解质的这样的一个贴片 对吧 你看它上面有电极 对吧 然后它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么这个东西咱们都是不可能自己做出来的了 但是你了解有这么个东西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以后你也许会建造这样的设备 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 对吧 然后这个是他们用来固定这个装置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外壳 对吧 他们一个控制板 对吧 控制板上面有一些基本的电路 一些门电路来控制这个设备是怎么样去做的 不是 看这儿是一个inable的信号 这有一个电压的输入 然后这儿有一个GND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设计的一个天线 你看上面都是一个一个小块组成的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整个固定好了 底下是一个Uduno的一个DOO的这样的一个单片机 就是一个高频的单片机 这个单片机应该是一个32位的一个单片机 它应该是Uduno你们最高级的这样一个特别了 然后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大的场地上 去进行一个这样的测试 对吧 这是Uduno的单片机 这是它控制板 这是它那个天线 然后你就看 它这个 它最后最后吧 你看这个结果呢 其实我们也不是特别能看得懂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它这个图是怎么画的 就说在这样一个天线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面 对吧 这个是Waste Lens 就是说它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天线 然后这是Waste Lens 它是没有使用这个天线 那么它使用这个天线的时候 你看它的效果呢 就会比较好一点 它不省天线的时候 你看它这个角度呢 就会发生一些 这角度就不太好 对吧 你看这角度中间就凹一块下去 你看这个图也是这样凹一块下去 这个角度呢比较好 所以说呢 使用这样的一个Lunberg的一个天线 对它这个最后的结果呢 产生了一个比较好的影响 所以这篇文章呢 我们就讲完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文章到底讲的一个什么 大概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说他们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呢 可以和这个车呢 进行一个交互 这个东西呢 使用一大堆的 我们也不太懂的原理 它这样的一个设备 就是首先它有什么石墨锡啊 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呢 可能也不太懂 但是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东西呢 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是说 我们学到了怎么画一个图 对吧 我们画这个图 你看这个对比图是这么画的 以后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去画一个对比图 对吧 下来上就是Lunberg这个天线呢 确实会对雷达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以后呢 也许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领域 对吧 以后我们要去创业 或者说我们要去这个写文章 对吧 我们去买设备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哎 还有这么一个设备 我们也许呢 可以就是记录在我们的这个小本本上 我们可以以后呢 去翻阅一下 那是不是我们能用到相似的这样一个技术 但是呢 这个文章呢 对我们 我们这个领域来说呢 可能就是不是特别有用 对吧 你就大概看一看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特别仔细的去研读 他你们的每一句话 因为这个确实这个 苍如隔山 他做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线 这样一个东西 他是设计的 他的底层的一个基础设施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可能就是不太用得上 好了 这边是 这边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呢下期再见